台股十二號有科技股 領嫌重挫 跳水四百七十三點 台積電大跌四十元 收在一千零四十元 全值股鴻海跌幅也高達百分之四點二一 但是前知名外資分析師 程振華認為 台股後世還是很樂觀 依舊處在獲利上修的軌道 台積電更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對台積電的威脅 你可以說是沒有 十年之內都沒有 地緣政治問題除外 那但是基本上沒有威脅的廠商 他的自成領先程度 以前我們還會說台積電 有英特爾可以競爭 有三星可以競爭 現在這兩家幾乎都被拋在腦後了 他的業績如果明年又成長三成 當然他的股價就會跟著 這樣的狀況動 外媒報導 消息人士引述小模的報告 台積電二零二五年的漲價對象 不只針對單一客戶 而是全面上調 預計晶元價格 平均上漲百分之五 比之前的百分之二還要多 而COVAX價格可能會在未來兩年內 飆升百分之二十 連黃仁勳都贊同護國神山價值 外資分析 台積電正在發出訊號 告訴客戶現在最先進的產能短缺 讓市場再度聚焦資本支出 台積電今年金額介於兩百八十億 到三百二十億美元之間 至於對手英特爾提高百分之二 達到兩百六十二億美元 三星預期落在三百七十億美元 人工智慧的需求目前還是成長 所以我相信台積電明年的資本支出 會微幅增加 應該是蠻明確的 所有的訂單都投到台積電的狀況 他的業績應該還是會持續成長 法人認為台積電今年資本支出 渴望達標區間上緣 而明年的高標 有望再提升五十億美元 達到三百七十億美元 寫下歷年次高水準 現在連非平客戶都積極規劃產 讓台積電二奈米量產目標持續推進 三連新聞連出席有這麼多